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新人女爱豆的失踪事件 从前几天开始 女团LySum的所属公司Cube娱乐 因为无视粉丝们的操作 而引起了韩国粉丝们的愤怒与担心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LySum是由参加过Produce系列 获得知名度的成员 Chouwen,Nayan,Yu Zhang 为主要成员的八人组合女团 而根据韩国粉丝们整理的资料来看的话 从9月26号开始 LySum所有成员们就没有在付费讯息平台 Universe上传任何讯息 没有更新团组,也没有VLib直播 然后公司在原本预定好的 LySum10月9号KDF活动的前一天发文通知 LySum的Mangnayan,05年生,Chouwen,06年生,Cian 两位成员将不会参加该活动 并没有说明任何理由 然后在IG,Twitter也是上传6个人的团体照 看不到Chouwen,Cian的照片 因为情况非常傻眼 所以韩国跟海外的粉丝们 都开始用邮件在论坛发文等指责公司 但是公司没有任何回应 然后在10月11号 Ubers的官方推特上传了一张照片 在这里能看到 别的组合都是团体照 只有LySum是剪辑了 另一位成员的照片上传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Cube做了Cube而已 有什么问题吗? 年纪小的成员们应该是考虑退团了吧 应该就是跟当事人父母讨论后准备退团吧 如果是那样 虽然粉丝们会很伤心 但是需要理解当事人的信心 这没能力的所属公司 连主力成员都捧不红 应该感觉到他们更没希望了吧 Cube本来就是发起张专辑后 没有反应的话 就不会继续推了 就像CSE一样 有关来什么的目前情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着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个 最近在韩国音源榜逆星的一首歌 这首歌的歌名是 10月18号为止的成绩是 我们来听一下 大家终于知道这首名曲了 歌曲真的很好听 整个专辑都是经典 出演音乐节目吧 想看到拿下一位后大哭的样子 下个小学是 男团徐普吉尼将在11月26号27号 在台北举行两场演唱会 而演唱会的门票是在 10月22号11点28分开卖 因为徐普吉尼演唱会 一直以来抢票都不简单 所以主办单位为了防止黄牛 都会出问题考粉丝们 充公回答后才能够票 但是这次再开卖不到三分钟 22000张的门票就受光 导致非常多的粉丝们 都没能买到票 当然是有可能 都是由粉丝们亲自购买的 但是因为网上出现了很多黄牛票 甚至还较加到台比10万 所以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是 因为 导致等了好几年的粉丝们 都无法抢到票 说真心话的话 真的希望大家能团结 不要买这种黄牛票 抵制他们 如果成员们也知道 门票这样以高价转售的话 应该会非常不高兴的 总之 希望无法参加演唱会的粉丝们 不要太伤心 我们在场外继续姻缘 徐普吉尼 小四 vlog ah 暗行 暗暗暗暗暗